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回顾一下 平日和别人沟通 你是习惯于用问号 还是句号 甚至是感大号呢 举个例子 在开会的时候 你认为下属小李的建议不合理 用句号表达就是 小李啊 你这个建议不对 如果用感大号表达 你会大声说 小李 你的建议太不靠谱了 但其实你可以这样问 小李 我和你有不同的观点 你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会建议这样做吗 你看 问号式的提问 就会帮你打开对方的心扉 说出观点背后的理由 让沟通更顺畅 问题来了 为什么很多人习惯用句号和别人沟通 而很少用问号呢 或许是有的人听信比较自我 不关心别人 习惯在别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想法 或许有的人呢 又过于自信 认为自己早就知道答案了 除此以外 有些人担心自己问错问题呢 就会显得自己无知啊 答案啊 可以有很多 但是我认为 不擅长提问最重要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大部分人从未意识到提问的价值所在 也就不会去刻意训练自己的提问能力 由此就会引发沟通的障碍 这节课 我就将系统展开 告诉你学习提问的六大价值 第一 提问可以找出事物的本质 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 每个人都希望解决问题 但你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吗 要解决问题 你必须先发现问题 而发现问题的关键是你必须擅长提问 提问能力是企业家在司董会里最需要训练的一个能力 在之后的课程中 我也会带着你系统的去练习提问 先举个例子 当团队成员说 团队工作机制性低 你可以这样问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问题 你可以让对方先把问题的关键字 说清楚吗 你要让对方说清楚 团队是指谁 是指基层还是高管 或者是指新员工还是老员工呢 或者是哪个部门的团队为主呢 积极性低又是指什么 是不主动沟通 还是对结果不担责呢 工作效率低 这个低又是怎么衡量了呢 如果用一到十分衡量 你会打几分呢 你看 这些都是通过提问能够帮助对方理清思路 让他自己找到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 其实团队积极性低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通过系列提问 问题背后的问题 很可能是员工对企业的薪资福利啊 流程管理啊 工作任务设计上等等等等并不认同 除了你想表达的是什么问题 你还可以通过例如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质问题是什么 等有力的提问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 我将在随后的课程中 把我们在私董会里面传授给企业家和高管的一些核心的提问技巧 手把手的传授于你 第二 提问可以整理杂乱的信息 提升工作生活的效率 有一次啊 我跟我太太带女儿旅游 需要订个酒店 但是我们三个人呢 对酒店的选择各自有不同的想法 太太呢 很看重酒店的自助餐是不是很好吃 孩子需要酒店里面有亲子游乐的设施可以玩耍 而我希望是有个游泳池可以游泳 当然大家还希望最好订的酒店呢 是离高铁站比较近 但是全部符合这些标准的酒店在当地找不到 比如一个酒店餐饮很好吃吧 但是没有亲子乐园 而另一个酒店呢 有亲子乐园 但是餐饮不好吃 最后我问太太 那什么是我们大家都不能忍受的呢 这个提问让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三个人对餐饮不好吃都无法接受 所以我们最后放弃了酒店 必须要有亲子乐园 而选择必须自助餐要好吃 再比如 假设你组织一个工作会议 大家头脑风暴提出了40多条建议 但现场没有时间逐一的商议每个人的建议 这时候作为主持人 一个有力的提问可以是 大家看看哪些建议其实是同一类别的建议呢 这样就可以迅速把杂热的信息合并归类 比如加强团队执行力 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提升员工的建议度 这些基本都属于高效团队塑造的一个建议 提问的第三个价值是 好的提问可以激发创新 提问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商业领袖 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创新的时候最常用的提问 就是why和what if 比如乔布斯问 为什么手机只能打电话 上一篇我举过这个案例 乔布斯用为什么的提问 至于过去手机行业的常规做法 这个提问就让苹果手机定位成为一个 综合的娱乐设备 最终大获成功 而what if的提问 我在上一篇案例也举过 这里再举个例子 就是如果那会怎么样 上一篇我举的是swatch 那这篇迪士尼的单身也是由此而来 如果把游乐场和电影结合起来 会怎么样呢 就单身了迪士尼 所以提问是创新的源头 好的提问甚至可以改变世界 提问的第四个价值 提问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或者服务 有时候服务人员向客户提问的过程 就是在无形中推销产品 比如你去星巴克点了一杯咖啡 服务员一般都会问你 先生加9元可以获得鸡蛋培根可送吧 要吗 你一般可能会动心 再比如假设你在一个五金店工作 有一位顾客要买一个钻孔机 你可以问他 请问你为什么需要买钻孔机呢 客户说因为新房子要装修 墙上要打洞 那你就可以把跟新房装修相关的其他东西 再推荐给他 这样就可能卖出更多的产品 提问的第五个价值是改善人际关系 作为社会动物 我们每个人的烦恼的问题 90%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比如工作要做好 需要良好的沟通 而要良好的沟通 就需要谦虚的提问 你选择问什么 什么时候问 提问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关键 回到这节课开始举的例子 当你跟下属意见不一致时候 记得先不要否定对方 你可以发起提问吗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是这样想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这样一个提问就会改善人际关系 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甚至可以鼓励员工讲真话 第六个价值 也是最后一个价值 叫提问可以让自己和他人变得更加积极 推特上曾有人发过这样一句话 点赞数达到了11.1万次 他是这样说的 最近我把过去失败沮丧的想法替换成 这个事情想教会我什么 然后我发现身边的一切都改变了 这个提问就是在思考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自己前进 而评论中 很多人说这句话 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所以啊 以后遇到不顺 我们都要后退一步 可以问一下自己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自己前进 我是不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呢 没有人可以避免压力 错误和失败 但是你可以通过提问 改变你面对挫折的一个反应 不同的反应 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果 最后我们来小记一下 今天这节课的一个要点 第一 以后在和他人沟通的时候 你要多用问号 少用句号 最好呢 不要轻易用感到去沟通 大部分人不会提问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提问所带来的这么多的价值 第二 提问具体的六个价值是 帮助你找到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 帮助你整理杂乱的信息 提升工作效率 那么好的提问呢 又能激发创新 卖出更多的东西 改善人际关系 最后提问 能够让你自己和他人 变得更加积极 而非消沉 既然提问有那么多价值 那以后请你下个目标 跟着我一起刻意练习提问能力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提问意义模块的第二讲 什么是好提问 好结果需要好提问 这节课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前些年 有一次我去一家传统手表企业做研讨 对方管理层说手表生意不辱原先好 他们很苦恼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提问来启发对方思考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提问改变人生 让我们一起探索提问的魅力 这里是官苏泽有效提问三色讲 下节课我们再见